欢迎您顺突发奇想 我是安悠奇 挡不住裴洛西访台的脚步 中共是恼羞成怒的 从中午开始 一连三天 声称要在台湾周边海域 进行封锁台湾的实弹军业 而最近的距离 离我们的这个琉球 甚至只有九公里 而且在今天中午 1点56分的时候 中共更是发射了 多枚的这个东风导弹 按照媒体的形容 它是从这个 我国的这个东北 还有西南方的 像擦边球一样的擦边而过 但是呢 这个发射完这个东风导弹之后 解放军立刻宣布 任务已圆满达成 所以呢 这也让不少台湾人傻眼 就这样吗 难怪呢 这个德国之声报道 说台湾人表现之冷静 简直就是把中共的武嚇 当作噪音背景一样 而且更糗大的是呢 连自家人都不买单 连中国网友都说 哎呀这个省点油吧 不要再浪费油了 浪费火药 还在外面丢人现眼 不要再瞎搞了 连这个中国人自己都是这么看 这个中共的这个行动 所以中共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好另外呢 则是来看到 这个美军的这个部分呢 现在不只是航母没有离开 而且呢 还来了这个侦察机 要日夜监控 中共的这个军事动向 但是呢 我国的国军呢 当然不会掉以轻心 不只是我们的战机频频挂弹升空 我们的飞弹巡防舰战备状态 而且我国军的所有这个部门 都严正以待 要来面对这史上第四次的台海危机 不过呢 也外传 其实呢 美国要对付中国的大菜呢 现在才正要端上桌 而这大菜到底是什么 而佩洛西来台呢 有个说法是说呢 美国呢 正是借着佩洛西来台呢 现在顺势的在铺成 这个天下为中的态势 那如果这是真的 这个态势又会如何发酵 好 先为你介绍今天的来宾 首先欢迎资深媒体员丁学伟 各位大家好 民进党立委王定宇 又齐大家好 资深政计者尚一夫 大家好 资深政计者周年华 又齐好大家好 财经专家邱宇宽 又齐好大家好 国民党新媒视议员叶元之 又齐好大家好 原本预计呢 要进行三天包围台湾的实弹军演 今天下午1点56分出现的转折 那就是呢 解放军真的发射了多枚的 这个东风导弹 这个一下子呢 大家想说真的要开战了吗 没有想到呢 导弹呢落到海里之后呢 解放军突然告诉大家 任务已经圆满达成了嘛 民宽怎么回事啊 先跟各位说 其中其怪中怪 上班20多年 没看过这种事情 今天早上还特别说 我们要狠狠修理你们台湾 不是六个目标 是七个目标 七个目标 早上还多追加一个哦 然后呢 大家眼睛一直看 一直看一直看 看到时间点到了 为什么呢 先跟各位简单的说明一下 这次的演习时间 中国大陆军方明文直接说 从8月4号的中午腰两洞洞 沿路到8月7号的中午腰两洞洞 总共72个小时 大家是大家啪的要死啊 好多人这个时候还说 你们看 就是让裴洛西来了 台湾要倒霉了 再来会没有粮食 再来会没有石油 到时候 哗啦啪啦啪啦啪啦 讲一大堆 想不到先跟各位说哦 一点钟的时候 真的打出来了 真的打了 第一枚火箭弹打出来 150公里级的 打出来打在哪边 打在平潭 然后呢 1点56分先跟各位说哦 1点56分的时候 东方系列 砰砰砰砰 马上出来哦 出来之后台湾还没公布 为什么呢 我们马祖的雷达抓到之后 然后我们台湾的国防部 在3点钟的时候就说 确定东方兵弹已经出来 就在台湾的东北方 台湾的西南方 飞弹纷纷落地 都打到海里面去了 先说打工海 打工海 打工海 各位 吊诡的事情发生了 什么事 就在下午的3点19分 中国东方军区 他们的大校 名字叫斯宜 直接说了哦 我们解放军 所有的炮弹 精准命中目标 所以呢 海陆空域 通通解除 演习结束 通通解除 这都没了 都结束完之后呢 再跟各位说一次哦 这个也是有史以来 最调诡的一次 下午的一点半 台湾高雄港务局 他们中国大陆 正式发动了整个军事的演习 所以请大家海面上的船只 要必到 然后必到完之后呢 先跟各位说3点20分 我们台湾整个桃园的 整个航空的部分 全部飞航恢复正常 先跟各位说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 峰回路转呢 这中间到底是 真的开炮了 有啊 有开炮啊 飞弹有没有打 各位也打了 可是72个小时 为什么短短的 两个小时就结束了呢 这当中的水 到底有多深 但是我们这仔细来看 哇 水真的深 为什么呢 第一个 美国开了国安会议 第二个 七大工业国也在施压 这当中到底有什么猫腻呢 我们后面要细细的 再追下去哦 我们换下一张 所以呢 那打也打完了 火箭炮也出来了 但我们不得不说哦 这次大家非常紧张 为什么呢 因为国军真的备战 但国军备战 我们是整个心里面备战 实质备战 我们嘴巴都不说 什么叫嘴巴都不说呢 先来谈空军那个部分 空军每一台都挂弹 都已经出去了哦 你知道这是我们空军 怎么说吗 例行性演习 对 那例行性演习挂弹应不应该 各位也应该啊 下午两点钟 说的民众 吓一跳 怎么说 榴弹车直接在路上跑 先跟各位说 你在民众开车开开开开一半 榴弹车就在你旁边 咔咔咔咔咔咔过去 站车咔咔咔咔过去 然后你还说这个时候都没事 所以我们就来看哦 中共围台军演72个小时 国军已经进入 请各位注意哦 备战状态 而且大家本来还想说 会不会持续对台火力展示 想不到火力展示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 先跟各位说两个小时 但两个小时 现在跟各位谈哦 这次两个小时真的炸了锅 又起 全世界不管是飞机 不管是船 标准来说我要演习 一个月前要先说 那为什么要先说呢 我有航道啊 我有货物啊 我有人员啊 我不管是飞机在走 船在走 我要先把这个地方预留出来 然后前两个地方 要密集公告 中国这次气扑扑 为什么呢 生气气 为什么呢 因为裴洛西来 那裴洛西来呢 一开始他们还说什么呢 那个女生敢来 我们要把他飞机打下来 结果呢 你这个过度的一个威胁 让你的诚信完全绕了地嘛 绕了地之后后面没办法啦 要怎么建设回去 真的军演哦 真的军演 中共要联系演习三天 台湾航班大乱哦 绕道的绕道 延误的延误 取消的取消 想不到各位 两个小时恢复正常 哦 就恢复正常了 所以这当中有一个重点是在于 共军升高威胁台湾的时候 到底拜登跟他的国安团队讨论了什么 嗯 但这次先跟各位说哦 这次的事件当中 台湾发现我们并不孤单 那是 为什么并不孤单呢 我们现在看第一张哦 你知道今天早上多热闹你知道吗 今天早上一大早哦 就在八点多九点的时候 一台P8从日本过来 日本过来之后呢 他就在这个地方一直绕 一直绕一直绕 先跟各位说哦 这个是我截图下来的 同时有一万多人在看哦 大家在猜他在找什么 那因为各位记得吗 这次的是演习对不对 对 飞弹要打 本来是说六个区域 后面增加是七个区域嘛 把台湾团团围住嘛 P8先在这边哦 第一个他没有呼号 然后在那边一直征询哦 P8已经来了 在整个西南邦 在整个所谓的东北 东方的一个部分的话 RCE35在跑 各位别忘了 这两台侦察机后面 雷根号也在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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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弹要打 本来是说六个区域 后面增加是七个区域嘛 把台湾团团围住嘛 P8先在这边哦 第一个他没有呼号 然后在那边一直征询哦 P8已经来了 在整个西南邦 在整个所谓的东北 东方的一个部分的话 RCE35在跑 各位别忘了 这两台侦察机后面 雷根号也在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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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换下一张 我们换下一张 所以呢先跟各位说 虽然是演习 我们并不孤单 但是这当中呢 今天早上是相关重要的 为什么呢 我们很少发现 九大工商团体 直接说 九个大佬 九个工商团体 代表着几千家的公司哦 直接呼吁 呼吁什么呢 两岸不要插枪走火 两岸不要插枪走火 那我们也发现 美国也极度的自治 为什么美国极度自治呢 因为美国 这是在Nancy Pelosi 来到台湾之后 后面还有相关法律要过 对 但美国的参议院 他直接严审了哦 他就说目前呢 因为双方 来到这个地方 有点尴尬 对方都要打飞弹了嘛 对不对 台湾都已经飞机 都已经所有的都挂弹了 都准备了 都在做备战了 美国的参议院 严审了台湾的一个 相关的一个法案 但谢金河先生 这次说的 这个是一个正确的 他说什么呢 这是Nancy Pelosi来 欧洲议会也要来 其他地方朋友也要来 所以呢天下为中 是整个焦点哦 但目前可以确定一件事情 虽然中国他很凶 当然这件事情 现在也做圆满的一个整个落幕了 中间有什么猫腻 我们再来追 但是后面 欧洲议会年底要访台 重点是什么呢 重点就是 因叶达董事长今天所说的 今天打了乌克兰 顶多是没有瓦斯可以用 但今天如果打了台湾 一切都完了 供应链会全部通通都断 而欧洲议会年底访台 推动的就是投资的一个协定 大家知道 没有台湾就没有晶片 没有晶片 这个世界的经济 就运转不下去 不过呢 中共今天发射了多枚的 这个东风导弹 其实呢 白宫已经表示了 白宫呢 对于中共这次会使出这个 包括了这个实弹军演 还有这个经济胁迫的这个手段 他们都已经预料到了 甚至呢 就是在白宫的剧本里面 其实他们都已经做这个 沙盘推演了 可是呢 我们换一个角度想 那中共 他不知道说 美国也会预料到吗 所以中共的剧本是什么 今天连东风导弹 都已经发射出来 所以就请教他这个年号 今天其实陆陆续有一些专家说 中共这一次呢 他在做什么 他希望用强迫外交的手段 然后呢 他借着这一次佩洛西来台 然后把我们向来对于海峡中线 这样一个默契把他打破 也就是他弄掉海峡中线 那以后就没有海峡中线了 这可能吗 他可能得逞吗 当然中国很想打破海峡中线 因为海峡中线对于台湾 我们的防空的众生会 会比较深 因为你如果到24海里就是领空的临街区的时候 其实我们防空的众生就会变短 但是呢 我觉得 美国不会容许中国把海峡中线的默契给打坏掉 因为 毕竟这个海峡中线是1970年韩战的时候 美军所划设的 当时华海峡中线 其实是怕台湾反攻大陆 这个可能比较年轻的观众朋友不知道 当时是怕台湾反攻大陆 不是怕他打过来 对 因为当时其实是怕台湾反攻大陆 事实上我们的空军飞行员 在大概96年台海飞弹危机之前 常常飞到中国的沿岸去侦查 那是因为那时候中国的空军 还有他的防空飞弹整个其实没那么好 但是现在其实是逆转 我的研判因为这个演习 在今天下午大概四点三点多的时候 中国的东部战区的发言人 就他们的大校 有点像准将的职位 已经出来讲了 说演习已经结束了 管制解除 结束了管制解除 原本说要三天嘛 结果大概三个小时 那当然对于共产党讲的话 我们要仔细观察 到底是不是骗人的 但是如果就以往的经验来讲 骗人的几率不大 为什么 因为你做实弹演习 你是海空所有的民航 水面上的跟天空的都要避开 好你现在今天下午宣布解除了 然后明天又说我要再打 那你叫人家怎么办 对 对不对 所以因为很多航线是事先要规划的 所以我认为 明天再恢复演习的几率相对不大 当然我们可以肯定共产党知道自己知道克制 那也不知道背后是不是还有什么阴谋 所以要继续观察 我觉得最近我们的国军也很辛苦 汉光演习到裴若西来 到这个中国军事演习一路下来 那我的研判 过几天之后 美国应该会有一艘驱逐舰就沿着海峡中线开过去 要不然就会有一台电针机 沿着海峡中线再飞一次 你要抹掉我就再画一次 你要抹掉我就再画一次 你要抹我就画深一点 让你抹不掉 这很显然就是大国之间的角力 这个很正常 那我觉得这次中国的演习呢 还有一个目的 也许是他事先没想到 但是从世界各国反应看起来 我觉得有点出乎中国的意料之外 就其实中国是在挑战美国的印太战略 因为美国每次在讲到印太战略 后面也就会加一句 自由而且开放的印太地区 你搞个演习把台湾 你看这个图 夸张 把台湾六边 几乎 这个怎么会是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呢 所以对美国来讲 是可忍孰不可忍啊 所以为什么他的迪迪玻璃 两栖突击舰 哈雷根会在台湾的东部海面附近 一个在琉球附近 一个是在台湾的大概东南海面 而且美国的海军哦 第七舰队 今天下午的新闻稿 很有趣哦 嗯 他特别讲说 雷根号的570万平方公里的海面 等于是他的防守范围 他后面特别补一句 包括台湾东南海面 那你觉得他是在干什么 因为这个演习区域这一块 就在台湾的东南海面 是啊 所以你觉得你觉得美国 写加 第七舰队加这一句是给谁看的 一方面给台湾人看 一方面给中国看嘛 你们常常黑白爬哦 我的那个两栖突击舰 或我的军舰在那边哦 所以我觉得 当你去挑战美国的印太 这个战略的时候 或是变成印太地区的和平破坏者的时候 所以昨天晚上为什么G7动作这么快 你想想看 七个国家的外交部长 再加上欧盟的高级外交代表 八个人 很快速的在中国宣布演习 没多久的时间 马上就发声明谴责 对 连向来跟中国比较亲近的东协 今天也发声明谴责 所以你不要这样搞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你知道吗 台湾海峡附近 这边有一条叫A1航线 另外有一条叫B571航线 这两条航线在疫情之前 一天大概有一千架四的民航机要经过 一千架四民航机 现在是因为疫情大概六百多架四 你搞三天我就将近两千架四 现在油很高的 他们要绕过去 这些民航机难道都台湾了吗 不是 他世界各国的都有 你这变成你在开地图炮 就引起公愤了 所以我觉得中国这一次 当然了 裴洛西来台湾对中国来讲是一个 刺激啊 面子上跟理子上 他们大概都觉得很无法接受的事情 那中国他也有他内部的压力 需要宣泄 这个其实我们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我觉得你 你如果想要意图利用裴洛西来台湾这件事情 除了你的反应之外 你有过度的行为 其实大家都看得懂 所以为什么 苏利文跟白宫国安会发言人科比 他有讲说其实中国的反应都在我们的剧本里面 就是他说中国这几天连续的反应 包含可能片面停掉台湾的产品 然后要军事演习 而且他科比讲得很精准 他说可能是在裴洛西离开台湾之后军事演习 他意思是笑你中国不敢 裴洛西在的时候你不敢演习 都在美国的预料之中 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 又请到我就问一个问题 如果是在美国预料之中 那台湾会不会知道 一定会知道 美国一定会跟我们交换情报 说可能会怎么样 可能会怎么样 所以这些在预料之中的事情 如果说你的演习都在别人的预料之中 那你就失去了所谓的出其不意的 这样的功能了 那我都已经知道你要演习 那你就很难出其不意 但是你的演习 如果说已经造成了全球的航运大乱的话 那你觉得中国他受得了吗 因为中国自己也要靠 他的经济也要靠出口 你搞得全球航运大乱 那你叫中国自己他也受不了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整个演习来讲 如果说真的如解放军 东部战区讲 说已经就好到 今天下午就结束了 我觉得也算是一个 还不错的收场 还不错 因为大家都没什么损失 可是我觉得对中国来讲 他未来我们要提防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就是说他把这个演习把它常态化 因为他这种小规模演习 耗费成本不大 射几颗飞弹 搞不好是那个库存快报废的 他成本不大 而且他一定是射东风15或16 他不会射17 因为东风17 对中国来讲是很先进的飞弹 他也很怕17 被我们的热山雷达 抓到他的飞弹的弹道 所以他一定是射比较旧款 就是东风15跟16 15的话是96年台海飞弹 射的就是东风15 我们要提防他把它变成常态化 就是说以后可能每一季 给你来一次 因为东风17对中国来讲是很先进的飞弹 因为东风17对中国来讲是很先进的飞弹 他也很怕17被我们的热山雷达 抓到他的飞弹的弹道 所以他一定是射比较旧款 就是东风15跟16 15的话是96年台海飞弹危机 射的就是东风15 我们要提防他把它变成常态化 就是说以后可能每一季给你来一次 特别是他这次的演习有一块 你看这一块 他正好就画在海峡中线 刚好过一点点 就刚好过一点点 他非常的刻意 所以我们要提防 他以后如果变成常态化 每三个月给你来一次这种演习 第一个我们会疲于奔命 第二个当他变成常态化 就像他的军机 没事会来骚扰我们的西南空域 刚开始可能三天来一次 五天来一次 现在是每天来 而且每天来不止一次 他变成常态化之后 怕我们会变成习惯 或国际间认为说 这个演习没什么 一天到哪 哪一天都给你真的来打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倒是 我们的国防的策略 可能要做一些调整 要一些因应 那我们自己也要提防 他的演习变成一个常态化的状况 不过也起上他这个义夫 喊得好大声哦 这个六个区域要进行军演 连续三天 今天突然说任务圆满达成 突然收起来 坦白说中国今天这个挑衅的行动 全世界都在看 他突然吞回去的原因会是什么 你怎么看 而且就像这个年号讲的 像危机真的已经解除了吗 甚至呢在这个今天军演之前 其实包括了这个前空军司令 都觉得说 这次的危机好像比一九九六年还严重 甚至呢这个前陆军的这个副司令 刘香斌还怎么讲呢 说给台湾封锁三天 台湾没有电就会死很多人 那有没有这么严重 那应对这样的这个情况 当时的这个李登辉 有十八套的这个剧本 那这十八套剧本是什么 现在时空跟那个时候 你认为有哪些地方不一样 我记得一件事先谈 都为将领所说的这一些 但是这一些都是一个推估之词了 因为你可以看到印太司令部 还包括他们的航空母舰等等 基本上是撤离了原本 佩洛西的要来台湾的所布防的位置 但是你说他离开了台湾 台湾很远嘛也没有 大概都在菲律宾海附近海域里面 还距台湾不算远 那当然航空母舰的作战范围实在太宽了 作战范围很大 甚至于高达600公里700公里 所以基本上离远一点 并不代表说并不在他的作战范围 那基本上依据美国的说法呢 他们的判断就是威胁恐吓啦 并不是实际上要发动军事作战 所以相对来看 呃中国目前为止需要做这么大的动作 引起各国的反弹吗 因为习近平还要连任 所以我觉得他们目前为止是 该表态的部分先行表态完 呃第二部分就是 未来所谓的后续的军演 可能他公布的区域很大啦 但不要忘记啊 呃我们看1996年的时候 他公布的区域也有八个区域 但是其中有几个区域叫做 呃飞弹的射击的发射的那个弹着点 他也算 那换言之这一次 呃他自称是发射了多枚的东风系列的飞弹 他如果他弹着点 如果是分布在三个地区的话 他就告诉你我三个这个地区的军演的 那一部分就会结束 所以现阶段看来似乎没有像之前刚发布的时候 大家呛狠话来的这么狠啊 那当然台湾的人民民心上面也可能就是 啊狼来了太多次了 大家是不是对于中共的恐吓 大家已经是一个平常心在看待 那我们要看1996年的时候 他就不一样了 1996年 我们先来讲一下 当然1996年的飞弹危机 事实上也不是1996年 应该是1995年的7月开始 一直延伸到1996年的3月 因为1995年7月的时候 他们就 呃在7月21 22 24这三天 各发射了两枚东风的飞弹 往台湾附近海域飞 那一直到1996年的时候 是我们大选期间 第一次的民选总统 那1995年是李登辉到康乃尔 那一路下来当时的情况 有没有可能发生战争 的确当时他们的联合961演习 这是他们的代号 当时的代号 当时的代号是一个演习 但是他们要看呃 台湾的选举结果 如果是对他们来说 是属于一个非常不好的状态 可能从演习 变成作战 演习变成作战 那我们 事先取得了联合961的演习计划 那时候外传就是刘坤连 那时候的大陆 一个刘连坤 那后面也被抓起来枪毙 那透露给我们的 我们转告给美国 转资给美国 那在1996年2月的时候 我们的参谋本部 是直接向李登辉报告 中共有可能拿乌丘 中共有可能目标是乌丘 那之前我们就一直谈过了嘛 包括马祖乌丘 这些住房的病例都写了遗书 都放在台湾 有事就直接送到家属手上 那当时的乌丘的指挥官 叫徐台生 他当时跟部队怎么说 这场仗打赢了 我们就是中华民国的英雄 打输了 我陪大家尽忠烈子 我陪大家尽忠烈子 那都已经是告诉你 就是已经必死了 那我们的海龙潜舰 已经进场三个 要进行三个月的维修 那是动力系统 油电全部卸光了 接到命令 两个小两周之内 要恢复所有的装备 好那时候就在船屋里面拼命的弄 到了晚上 晚上的时候 他们才开始装雨雷 因为避免让中共探知 有时候晚上在工作 这些人基本上都已经是签了遗书 所以当时的状况 真的是有一触即发的感觉 那这一次为什么大家会判定说 可能比1996台海飞弹危机还要紧张 因为公布的演习区域 总共像刚才谈到的高雄部分 画的那一块 跟我们基隆外海稍微偏东部 那三块 都已经切到了台湾的领海 都切到了台湾领海 那如果真的进行海空联合演习的时候 如果进入领海 台湾要怎么处理 对 第二个 会不会发生物射的状况 物射的状况 因为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你会万一有发生错误的状况 比如说最简单 你一颗飞弹只是 做一个锁定而不发射 万一一发射直接打到台湾本土 怎么办 所以大家担心的是插枪走火 美国认为是威胁恐吓 不是要对台湾进行大规模的作战 但是美国也评估有可能插枪走火 当时的太平洋司令部 1996年那时候 叫太平洋司令部的 成立了一个危机行动小组 那我相信这一次印太 印太司令部 他也会有个 有个特别的任务编组 当然不会像96年那么紧张派航空母舰 认为可能打 那可能就是他们在观测所有的状态 尤其是一件事 部队的集结 1996年的紧张是因为他们集结了将近20万的兵力在福建沿海 因为你登陆的话 你到最后占领 要靠陆军 那这一次的观测 我相信观测的重点 也在于你的陆军有没有在距离台湾近的地方进行集结 大规模的集结跟你要再做那一个两栖登陆的演训 等等的一个作为作战准备 那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听到大力的集结 所以目前为止看来实际要发生战争的状况的机会并不大 不过也请教这个定义委员 本来说要三天 多么气厌嚣张的说要给台湾好看 要包围台湾要实弹演习 飞弹军舰战机都来了 突然本来三天就变不到三小时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你高估了 高估了 1点56分到3点19分是不到一个半小时 不到一个半小时 诡异的事情 对啊太诡异了 但是是好消息 那当然 对大家来讲是好消息 这些诡异在哪里呢 今天中午 中国还宣布 六个演习区域再多一个东部 变七个 台湾的交通部港务局也宣布 也是在中午 说增加一个演习区域 请船只绕行 所以在1点半以前 台湾跟中国都认为这个军演 会一直持续下去 是啊 然后呢 接下来1点56分 在马祖方面探测到两枚 现在据说是两枚 就多枚的东风系列导弹 投射到我们的东北 跟西南 这两个点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灰灰的 对 你有没有看到这里灰灰的 那灰灰什么意思 刷到鬼 那是1996年 就是 1996年 这两个灰灰的是 1996年打的点 这一次打这两个点 还是一样打这两个点 那中国 中国连桃园机长被他炸都敢讲 还什么不敢讲 他说东部测试完成 他这里算东部 坦白讲也对了 宜蘭苏那边算东部 所以1点56分发射 其实在1点半左右的时候 平潭是有射了一些火箭弹啊等等 可是那个是他们自己的内海 不关我们的事 所以在1点56分宣布 鬼的事情来了 3点10分 台湾的国防部告诉你 我们已经监测到 多枚东风系列导弹 投射在我们 东北跟西南的海域 这一句话的意思就告诉你 没有进到我们的领海 是在外面 这是3点10分喔 9分钟喔 连下课10分钟都不到喔 9分钟后 中国东部战区的发言人 一个大笑 失忆 不是失忆男 是失忆 失忆就出来讲 说 他有两个keyword 大家注意看他的声明稿的 最后一段 第一个keyword 整个演讯已经圆满结束 整个演讯结束了 东部战区 台湾其实就面对他的东部战区 第二个 即刻起解除相关海空域的管制 那解除海空域的管制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的货轮 客轮 货机 客机就飞进来了嘛 你飞进来 你明天还要继续实弹 是啊 所以大概就是结束了 有人说是今天结束 明天会继续 那中国常骗人 我们就继续观察 但基本上这个动作一做 所有的客轮客机 客轮跑这里 怎么会说 我明天要演习了 对 然后叫他临时跑 不可能啊 解除管控就不大有可能 因为船不可能半路说 他解除了赶快跑赶快跑 没有吧 船就20节 你只能慢慢开 所以就是结束了 对 这是3点19分 然后接下来呢 在3点半左右 台湾的港务局 交通部港务局 把所有的军演的讯息 都删除掉 重新公告一张 好了 这个是最新状况 虽然草草结束 虽然诡异结束 我们还是说 共军算克制 这是一个和平的收场 但是诡异的 太诡异了啦 这是很没面子的方式 没想到在哪里呢 而且怎么对国内交代啊 我再拉大一点 1点半 依喜悦 你说突然跑到依喜悦了 南韩的总统 不是不见裴洛西吗 是 跑去度假吗 1点半跟依喜悦 通话讲了40分钟 到2点 大概2点10分的时候 把它谈完 所以几乎同时发生 中国的军演结束 就在1点半以后 有人施了很大的力量 改变了他 在韩国 裴洛西去板门店回来之后 依喜悦 他的新的总统 也跟他通话 算是见面了 那发生什么事情 特性一 中国的军方是习近平在管的 对啊 习近平没有下令 你那个失忆多大的胆子 敢算说结束 所以这一定是习近平的直接下令 第二个 这是很没面子的事情 是 你宣布管制72小时 我就算是打了两枚 我也可以等啊 以前他是这样子 我就管制三天管制很大 我三天后再跟你说结束就好了 可被逼着在3点19分 一个半小时就不到 宣布整个完成 是什么样的力量 让习近平下这个力量 习近平不会在意你多绕行 要经济的耗损 美中贸易战 那个刘鹤谈妥了 一天他就把他撤回来 他也不在乎经济的损失 人民人命的损失 习近平也不在乎 习近平只在乎一件事情 威胁到他统治基础 他才会在意 所以是多大的事情 逼得中央军委会中共的下令 下令在3点19分结束 面子都不顾了 就要结束了 可能面子 他们现在开始管制小粉红 小粉红哀红遍野啊 怎么这样的 当然啊 还没有打就结束了 崩溃啊 不是坦克车要集结吗 那结束了 现在都管制那个言论 我军威武 多大的力量 那国际上来看 白宫昨天晚上开 NSC 国家安全会议 开了国家安全会议 然后呢 苏立文代表白宫安全 国安会的顾问 还有科比是白宫国安会的 发言人出来讲 说 虽然很遗憾 但是在意料之中 中国这种动作 是不负责任的 我们有准备 我们有准备 我们会反制 一副很平和 没有欢乐 我能传好啊 变化吗 结果今天就发生 这戏剧化的变化 我大胆的预测 G7声援 国际都谴责中国 国际都站在台湾这里 国际都打脸中国 习近平不在乎那个 美国不知道 就是摊牌 做了什么事情 把这整个局势 大逆转 然后呢 书立文代表白宫安全 国安会的顾问 还有柯比是白宫国安会的 发言人出来讲 说 虽然很遗憾 但是在意料之中 中国这种动作 是不负责任的 我们有准备 我们有准备 我们会反制 一副很平和 没有欢乐 我能传好啊 变化吗 结果今天就发生 这戏剧化的变化 我大胆的预测 G7声援 国际都谴责中国 国际都站在台湾这里 国际都打脸中国 习近平不在乎那个 美国不知道 就是摊牌 做了什么事情 把这整个局势 大逆转 这水好深啦 所以你要看他 原来的部署 你知道吗 在昨天的 到昨天到今天早上 这事情还没有解决 今天055大驱 11000噸级 中国最先进的驱逐舰 在早上我们军方掌握 就在东部外海西太平洋 然后雷克号航母 已经开到这个位置 升空E2C 是美国现役最新的 空中预警机 在台湾的东北侧 在那边盘旋 今天早上RC-135 他是做战场即时监测 还有他一个很大的功能 分享情报给友军 他可以分享给友军 友军我不小心画到台湾 他会分享 他不会分享到那边去 就RC-135往下飞 飞在05大驱附近 然后呢 另外一架 P-8A波赛顿 直接飞到这个区域 在这两个区域中间盘旋 他是反潜机 也是监政机 他有11个 内载外载的武器挂载点 就在那边盘旋 当然不是这些飞机去制止了中国 从这东西就知道 在今天下午1点半以前 大家都准备好可能冲突 可能威胁 我们要把东西压制住 那台湾呢 我们在屏东这边放了10架 阿帕西 我们在澎湖天狙部队 本来是4架 现在几架我不能讲 放战机在这个地方 我们在东部 我们在海上 我们在离岛 我们的国军弟兄很辛苦 全部都是准备好 金门 两架无人机 骚扰 我们发射某种弹 把它驱离 东莞 两架不明物飞进 我们发射 该发射的东西 把它驱离 所以我们的国防部 在国际媒体的诠释 就是说 台湾政治官部很强硬 官部讲什么 我们不挑衅你 但是如果你进到我的区域 我该反制会反制 反制有两个点 一个就是领海 这两个都摸到我们的领海 所以一旦进到领海 你是飞机进来 船舰进来 还是弹 炸弹导弹进来 台湾都有准备好 标准的应变程序 大家都准备好了 结果 一个小时 不到半 1.5个小时 整个完全结束 所有的国际媒体 戴着口罩看不见 嘴巴这么开 真的 刷毛 下巴都掉下来了 那我们未来的两天还是要观察 而且中国到目前为止 他宣布这个讯息之后 常咬咬 他也没有出来跟你反驳 没有啦 我们只有今天结束 明天会继续 都没有 所以整个台海局势 风云变色 诡诀到现在突然间 军演通通交给告诉你 结束 大家回家休息 那如果是这样以后 台湾到底还怕什么 而且好后期 到底什么事情 会把习近平吓到 瞬间揪回去啊 为什么只演半套 谁阻止了习近平 习近平这件事情 是非常没面子 却被阻止住了 所有的动作都准备好了 他是团年停下来的 所以包含有一些 就了解有一些 该载的车辆 人员还在半路 还在半路上 还在半路 突然就喊停了 还在铁轨上 就接到手机 回去了 回去了 结束了 所以我是觉得 我们也要审慎来看 也许他骗我们 我们还是在戒备状态 但这件事情 只有 一句话可以形容 怪 非常怪 非常非常怪 就是这样子 不过就请教学伟 这一次的这个 中共的这个实弹军演 大概是今年最离奇的 军事事件了吧 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状况 而且 其实这个 你昨天就有特别提到说 其实从这个中共 摆出来这个阵仗来看 真的就是 也不能讲这个花拳秀腿 至少今天是一个好的结果 所以你怎么看 今天这个转变 不是啊 这个从战争 这两天如果有一次 持续观察 我们观看我们节目的都知道 我就一直在讲说 这不大有可能 不像是一个战争的前奏 对不对 可是突然转起来 很奇怪 那个 粮草先行 你根本粮草都还没准备 而且你看很多的公布的画面 全部都是什么军车的移动 或干什么 那个是移防 常常都有的事情 而且今天你看 我说实在 他今天也有发射一个火箭 对马祖乌丘跟东瓶 那个周边远程火箭的射击 对不对 而且我也讲说 他们今天射击的这个东西 就是不怕你 那个不知道而已 他就在那个平潭的附近 在福建那个地方 发射了很多武器 有没有 他就告诉你说 你让你民众拍下来 尽量拍 对拍了之后赶快去转船 对不对 你转船之后就表示说 哇 我有动作呢 对不对 所以就跟你讲说 这个大内宣的成分还比较高嘛 而且现在最新的画面 已经有发现说 他们今天发射的那个 那个飞弹有没有 已经有被 那个什么 网友 网红或者什么 不管了 反正就拍到他发射的画面 他就是东风15C 而且他那个上面 是挂的那个专地弹头 那个就是告诉你 其实东风15C的话 你也可以从这边了解到 东风15C干什么 就是一个库存品嘛 这个要过期啊 对不对 那个方中天报用的 方中天报 对 弄一个专地弹头 就告诉你说你看 我还是要威胁你说 到时候我如果攻击你 台湾国内的一些军事设施的话 专地下去啊 把你整个设施都倒毁嘛 高速公路啦 机场跑道啦 什么东西都全部都倒毁啊 港口什么东西 所以这个大内线的意味很很重啦 那我们进来讲说 这一次为什么中国大陆 我那天一直在强调说 不要再逼习近平 真的 你现在一直拼到真的去笑 对不对 而且他做这些军事举动的话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你裴洛西今天来访问台湾的话 已经是正确的告诉全世界说 我在美国这个国会代表对不对 对 我的国会名义殿堂里面 已经告诉你说 我已经视台湾为一个正常国家 对不对 你以前的一中政策 说什么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或者就是这一个中国 那大家会那都没意义 我今天很清楚的告诉你 台湾就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嘛 对不对 那这个国家不讲叫 不管你叫台湾也好 叫中华民国也好 他就是一个政治实体在那边 裴洛西这一次来访问的 那个宣誓意义非常的重大 那你说对老共来讲的话 不仅习近平接下来 他说二十大 他要做皇帝对不对 你不记得他以前曾经讲过 二零四九年中国 要变成一个超级大国 要超越美国呢 对不对 那你说二零四九年 还剩多少 虽然还剩二十几年 对不对 可是你看你在一战战争的话 打下去 不管输赢的话 你对中国来讲 你看他恢复元气而已 二十几年三十几年 要恢复都恢复不来 对不对 而且说实际上 马上共产党政权就倒了 对不对 所以你说台湾 而且台湾目前的话 我们的战略目的 是挡住敌党入侵的势力 我们变成 改成防御型的作战 对不对 所以你今天要打台湾 哪有那么容易 真的 这一次更是证明了 对啊 这是证明嘛 对不对 敢打台湾 而且你看你知道这个 现在全球 你看大家也心知肚明 我昨天不是讲到说台积电 在全世界的那个晶片 半导体的那个市场里面 有没有 你不要说什么 你拿下台积电又怎么样 你只拿到它的躯壳 你内部的实质的 实质的那个什么 基数或者是实质的那个 生产线你没有办法获得嘛 对 在全世界这么多 跟台积电合作的 我昨天也讲过 你是需要解码的呢 那个密码是在台积电的 你如果收钱了 这些东西都全部销毁了嘛 你全世界没有这个密码 没有这个授权 这个制成的话 你根本没有办法 开生产线啊 做不出来啊 那你说好了 你看今天那个音乐 打的那个 那个卓同华也讲了 对不对 让他疯啊 你说很多人不是在唱衰吗 那个什么 刘香斌 他就讲说什么 我们在2000海里之内 美国是没有办法抵御的 他说我把你台湾全部封锁了 你封锁了嘛 对不对 你真的封锁了 他说什么 台湾如果没有一个月断电的话 要死多少人 那我就跟你讲说 你台湾只要封下来 十天没有晶片的话 全世界哀鸿遍野 你知道吗 所以我再跟你讲说 不要再搞这些 有的没有的 那个卓同华讲的那句话 我听了就很爽啊 对不对 你说乌克兰打仗是没有瓦斯 对不对 打台湾是什么都没有了 对不对 大家不知道晶片那个概念 你车没走 那两支不搭 手机没卡 对不对 你只要那个手机 你每天滑手机 睡就要摸掉的时候 你怕没空我滑的时候 你滑个人会崩溃 对不对 所以接下来发电 供水照明 各方面 都要晶片 全部都没有了 所以就跟你讲说 这个重点是在这边 那我刚才讲说 习近平为什么陷入两难 德国之音 德国之声也讲了嘛 对不对 今天很简单 你今天佩洛西来 把台湾视为一个国家 对不对 那个已经触及到中国 最痛的那一点 对不对 那你痛的话那怎么办 你跟小粉红 整个亢奋起来 对不对 亢奋要怎么 你叫小粉红来修权 他们又不来修权 只能出一支锤 对不对 你现在要怎么 我就跟你讲说 采取军事回应 对不对 他的力度如果不够的话 你要怎么跟这些人交代 你如果力道太强的话 如果不是引发冲突 插枪走火的话 那不是真的打起来的吗 对不对 所以我是觉得说 今天再难以收拾 再难以改变的话 你看也知道 那个雷登号航母 都已经在台湾东南部 这个地方了 而且今天就很明显 就一个什么P8A有没有 就在西南空域这个地方 最左下角高雄这个地方 你看 P8A就来这里给你看 对不对 那个东北部 你也是发射的那个 对 东北角那个地方 你不是有发射那个 我就来个RCE35 对 我就跟你说 你飞到飞到飞到飞 我飞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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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 反正你要干什么 我看成一清入楚 他就是告诉中共 I am watching you 对不对 我看着你 你今天你要干什么举动的话 我就没在害怕 没在害怕 对不对 而且说实话 你说封锁台湾的话 对全世界影响太大 这个不大有可能会成为 好啦那你说 大家就在讨论说 为什么中共老公扣回去 我要称赞一下老公 会存会扣 对不对 对不对 那好 其实这一阵子 其实有一个事情 就是美国参议院 要严审一个叫做台湾政策法 那彭博社也讲说 这是排工出手在踩刹车 对不对 因为什么台湾政策法里面 最主要是赋予台湾非 主要非北约盟友的地位 而且他提供台湾45亿的美金 就是安全援助台湾的援助资金 而且那个什么 当然这个驻美代表处更名为台湾代表处 这个也是触及到老公的痛点 那如果这个严审这个法案 而且他可能延到9月之后 他可能做部分的修正 那老公已经给你 那个美国已经给你老公 一个台阶下了 我就告诉你说我要开始延续 还是继续我以后的那个什么 政策模糊那个什么 战略模糊的这个政策 那你老公这一次你发了你也爽了 设完你就爽了对不对 那你怎么样 那你还想怎么样 说真的如果接下来 老公还是持续要进行一些武力冲突的话 那如果真的哪一段擦枪走火 说实在这个要控制的很清楚 像他们那个飞机一堆人在 飞海峡中线 那船支今天船舰很多人 也在海峡中线徘徊 我真的觉得这种举动真的没有必要 那真的是小孩子真的很讨厌 你知道吗 那好像没输方堂镜 我一进来了 我又出去了对不对 那海峡中线怎么走来走去 是在冲汤汤汤 我再跟你讲 那个真的是台湾现在 没有那个能力 如果真的有那个实力 人家抓就打死了 一直在那边 有了我们不在做而已 不是啊 我又进来了 我又出去跑来跑去 那个跟方堂镜有什么不一样 所以真的我是觉得说 不要干这些事情 你应该要想想的话 接下来 可是台湾政府也应该要注意一下 就是说 接下来包括他们可能 军事长期的一些侵劳行为 或者是那个经济 外交的一些制裁活动的话 我们要怎么样趁这个机会 改变我们的经济结构型态 不要再长期依赖中国 要能够把台湾的企业 往外移或怎么样 这些都是未来 要趁这个机会 赶快去改变的 不过就像CNN说的 其实北京很多聪明人都知道 如果中共攻打台湾的话 最后这个下场 应该会真的蛮惨的 恢复出非常惨痛的代价 但是这个也提到 他这个定预委员 坦白讲 我们还是很好奇 到底是什么样 这么大的力量 可以让习近平喊咖 而且这一次你看 从裴洛西成功的 来到台湾进行访问 从这一次中共三天的军演 在一个半小时之内 突然喊咖 我不军演了 突然停了 所以这一次 当然这个 我们还是觉得 这个台湾 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有多么的重要 所以你看 这一次世界各国 纷纷跳出来力挺台湾 各国的力挺 代表着台湾被重视 对 国际很现实的 你不重要 谁重视你 对 那我更新一个最新的消息 根据中国央视刚才讲 发射的导弹是东风15B 那东风15B的射程 大家可以算得出来 那他们还会说 已经打到我们东部外海了 那个另外一回事 但是就是这些动作 让国际发现 第一个 中国你不讲道理 不遵守国际规范 对 你是一个不安定因子 要么就COVID-19 要不然就美中贸易战 要不然这个 要不然那个 所以变成跟你 没办法依循一个 一致性的规矩 然后所以大家生产基地 开始移动 而台湾 我们在供应链上重要 不只是台积电 不只是晶片 我们在太多产业 都是世界供应前三名 第二个 台湾的战略位置太重要 你可以看那个位置 失去台湾 第二岛链 将没有一个依靠 失去台湾 东北亚的日本 韩国的能源运输 将被载制 所以战略地位重要 第三个 面对这么大的威胁 三四十年来 我们可以发展 这么有活力的民主 维持这么好的经济 台湾这两千三百万人 太了不起 这三大架势 当然要重视你 所以这次裴洛西来 这些是我今天摘要了 各国的反应 陆续还有 在这里面 那我觉得最有道理的 一句话呢 在这里 法国的外委会主席 他说 台湾人民有权 自由生活 接待宾客 这句话意思就是 台湾人 我没有做什么坏事啊 那一些 包含我们国内的一些人 说哎呀 怎么去接待佩洛西 这找麻烦 这是一个基本权利 我家有什么客人来 是我的权利 我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是我的自由 我没有伤害你 我跟美国跟各国怎么互动 是台湾人的自由跟权利 所以根据这样子 中国用这么大的军事力量 在威胁台湾 舒立文 他说解放军 还台军演报复呢 白宫的国安顾问说 中国这是一个不负责任 坦白讲就是幼稚的行为 我们是意料之中 但是我们必有所反应 我们也看到加拿大 英国的外相 英国外相 他不是电动车特斯拉 他叫特拉斯 特拉斯 英国的外相特拉斯 是有可能是下任首相 铁娘子 第二名 而且 现在有一些盟友在支持他 对他的评计就是 他对中国够强硬 所以特拉斯 讲中国这样的回应 他是支持台湾 裴洛西有权访问台湾 而且英国是内阁制 所以他的外交委员会的主席 是很大的 我们可以先透露 年底英国的外交委员会主席 要带队以官方立场 拜访台湾 我在有些节目也可以透露 某一个中欧国家 非常亲中的国家 他们的国会议员 在八月二十九 也要来台湾 某一个欧洲国家另外一国 国会议员 要来台湾住一个月 住一个月 住一个月 他要永远跟我们 跟我们在一起 那这个是欧洲 那G7 七个主要工业国 国家的外交部长 联合发表声明 支持台湾 谴责中国 然后澳洲 加拿大各国 各国都呈现一个事情 就是中国 你这样做是不负责任的 是幼稚的 我们跟台湾站在一起 甚至于如果对台动武 对台动武 瑞士够中立了吧 瑞士说 中国如果你对台动武的话 我判断我们瑞士跟欧盟 对你们的制裁 会比俄罗斯还严重 对 都讲这样的话 所以整个国际上一片声援 而且在这一次 裴洛西访问台湾 你会发现 光那个飞机在飞 就七十万人 在看小鸟 看飞机怎么飞 七十万人 看到当机 微博搜索裴洛西第一名 对 台湾的Google搜索裴洛西第一名 日本搜索 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第一名 所有的全球的眼睛 关注点都在这里 而昨天到今天 我自己接触的 全球几大洲的媒体 都在问一件事情 中国这样军演 你们台湾人会不会怕啊 这样有没有问题啊 全球的焦点 都在这里的当下 我们看到国际的声援 台湾的重要 以及台湾面对的威胁 以及这一次的危机 现在看起来 似乎有舒缓的情形 所以对台湾来讲 整个局势紧张诡异 但是往乐观的方向走 不过从中共这一次 这个军演突然熄火来看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是怎么样一股强大的力量 要护卫台湾 绝对不能够让台湾出事 其实刚刚委员跟我们看到的 这个只是 我们讲只是很多这个挺台国家里面的 这几个我们能够只能够这样子 放在这个电视墙上太多了 所以就请教他这个黏晃 我们当然很感动啊 可是相较于这个小粉红 当然崩溃啊 当然不能接受 为什么你们所有的国家都挺中 都挺台湾 嗯 我不晓得在今天下午的这个 快快散演习之后 小粉红到底是要 比较弃中国还是比较弃台湾 你还没去美国吗你 对因为我看小粉红现在在网路上 已经开始在骂中国了 已经快咪笑了 就面子全无 其实我先讲一下 就很多人在问 包括国民党很多朋友在问说 裴洛西来台湾到底带来什么东西 其实带来很多是 你花钱都买不到的 对 把台湾跟台海的问题国际化 这是裴洛西带给台湾最大的礼物 这个是你台湾花再多钱都买不到 你如果去看这几天的国际媒体 不管是日本的 美国的欧洲的 全部几乎都是用头版 或是其他很显著的版面 新闻的话大概就放在第一则的新闻 在播放这个消息 相对的裴洛西 同样是裴洛西哦 他今天到韩国去 其实国际媒体没那么关心 对 同样是裴洛西 为什么他来台湾变头条 为什么去韩国 感觉新闻好像就很普通 而且韩国旁边有一个麻烦制造者 是的 但是我跟你讲这个我们还真要感谢中国 因为中国反应越激烈 大家就越关注 所以裴洛西给台湾带来非常多 最大的安全保障 倒也不是说 美国将来会卖什么武器 给我们是把台湾的问题国际化 让全世界都关心到台海的问题 让全世界都知道 谁才是破破坏两岸和平 谁是印太地区麻烦制造者 就是中国 这个对台湾是最大的帮助 而且很多人不是讲吗 台湾如果有事的话 美国会不会来救啊 你看看今天这个状况 有没有救我们大家自己心里很清楚 都还没出事就已经来了 所以不要讲有事 好那这次小粉红真的 真的还蛮崩溃的 我这几天好爱看中国的微博 因为每次看的时候很欢乐 好来看这个第一个 小粉红高喊世界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的是14亿人民说了算 你看中国世界上这个中国 然后中间是演习的图 然后这边最有趣了 微博热搜排行榜第一名叫什么 维护领土完整是14亿多中国人民的意志 第二名叫做台湾的是14亿中国人民说了算 真假 这微博热搜 因为中国不能用Google 所以微博热搜 太好笑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做鲁迅 这个阿Q症状很多都看过 就是这个精神胜利法 就鲁迅在路上被人打 然后他心里就想的说 你看这些人真是不像样 连老爸都敢打 明明被打了 但是你就只好假装自己是他老爸 就是精神胜利法 那其实我这几天看到精神胜利法 很多很多很有趣的假新闻 什么桃园被导弹攻击 然后什么苏凯35 飞越海峡中线 最扯的是说 陪洛西的那架班机上面 有一个弹孔 有弹孔 你看我们解放军有攻击他 其实那个是人家紧急逃生的照明灯 好吗 有点常识好不好 把照明灯讲成弹孔 打到飞机 没有知识真的好恐怖 你也差不多了 好吗 没有尝试要有 没有知识要有尝试 没有尝试要多看突发奇想 这个电视 我会告诉你 好 再来也很好笑 那中国怎么办呢 禁食品 禁水果鱼船 天然砂 还扯台积电 我觉得小粉红真的很没有尝试 他以为那个台积电 因为是晶片 因为细晶圆 细就是砂 他说 那没有天然砂 你台积电做不出来 天哪 第一台积电 不生产晶片 他只做代工 他的晶片是跟别人买的 第二 晶片用不到天然砂 那事实上这个天然砂 对台湾一点影响都没有 因为我们一个月子进口40 40盾 一点影响都没有 好 那抓台独人士 中共小动作不断 这位是台湾民主党的杨志渊 他最近在温州被捕 中国官方说 他从事台独分裂活动 中国公安你要不要再查清楚 你确定这个人是台独吗 因为他曾经跟张安乐到中国去 跟张安乐到中国去是台独 所以你是讲张安乐在搞台独 他有时候游童游毒 早晚张安乐会被你害到抓起来 对 中国你是在指控张安乐在搞台独 所以我觉得麻烦要抓人要搞清楚 好不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很简单 中国进了食品进了水果雨产 所以最近很多人去买了很多 乖乖啦 什么小泡芙买一堆 因为刚好中原普渡要到台来拜拜 那我是觉得我是可以给政府一个建议 给台积电一个建议 尤其我们小时候吃过那种 包好的乖乖里面有抽奖 可能是那种什么很 现在看起来觉得很不值钱 什么小汽车 然后整周还要收紧 然后去买很多包 要打开都一样的就很失望 以后我们的晶片 就放在乖乖里面 一包放一片 你要买晶片可以 先买乖乖 先买一枚小泡芙 不用哦 我跟你讲敏宽昨天讲说 他这个定例公布 中国人瘋狂的囤积台湾 而且我跟你讲 中国以后的电脑都会当机 因为买不到绿色乖乖 所以以后他们的电脑都会当机 他们的电视台机器都会当机 所以我觉得你去搞这些小动作 真的很无聊 因为这些总金额一年说实在 真没多少钱 大概就一二十亿而已 真没多少钱 那很多人就讲说 那你有种你就进台积电的晶片 你敢不敢进 你不敢嘛 所以就小粉红自己在搞这些 我觉得中国这一次大概也吃到一个 吃的一个亏 就是你之前把那些小粉红 那个民族情绪撩拨的这么高 就搞到来你还非有动作不可 你没动作习近平面子上挂不住 可是动作太大又怕被修理 你知道王毅今天多生气你知道吗 因为昨天G7不是发文谴责中国吗 王毅说我不跟日本外相见面了 这跟小孩吵架什么两样 就你们自己做错事 然后不准别人批评你 别人批评你的时候说你恶意 所以我不准见面了 不过我要很肯定 刚刚看到我很肯定 我们政府今天做一件事情 国防部不是昨天就谴责解放军 这个演习的行动吗 今天你知道政府 另外一个单位谴责 叫外交部 大家有没有觉得奇怪 以前面对中国 我们都是陆委会出来讲话 对 这次是外交部出来讲话 这代表什么 代表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国际事件 它已经不是台湾跟中国 所谓的两岸的事务 它就是一个国际事务 所以我们直接是有外交部出来 谴责中国的演习 不过就是这个也请到这个学伟 你怎么看 现在这个中国的军事恫吓 好像我们暂时看起来是 这个暂时画下修指幅 那接下来呢 还有就是说中国对于台湾 刚刚这个年号讲了很多 这一连串的这个经济威胁 你认为后续他还会这么做吗 当然呢对于这个台湾人来讲 更重要的其实是这个裴洛西 昨天一大早去建了这个台积电吧 我就跟你讲说裴洛西来看台积电 就是也是告诉你中国大陆 说你要提醒你说 你要注意这个晶片 我跟你讲 中国最赚钱的行业是什么 电子业 所以你今天如果真的打台湾 或者是真的对台湾 什么封锁那些也好啊 说实话你真的是连中国大陆 自己内部都不行 我一直在强调说 像那个那个 我刚才讲到说那个什么 英业打的那个董事长 那个卓同华 他就讲嘛 你打了乌克兰之后 是大家没瓦斯啊 你打了台湾是什么都没有 对不对 那你说真的你真的要打吗 这个晶片已经告诉你 这是全世界的问题 你大陆不要没关系 我全世界的国家还要 而且说实话 中国大陆14亿人口 他跟俄罗斯不一样 俄罗斯一亿四千万 你中国是他的人口十倍 你这些钱都不赚的话 你我告诉你 十四亿人不够够够 现在够够够够了 对不对 所以我再跟你讲说 这个都不大有可能 那我就觉得说 其实我看这一次 说那个什么军演 嘎人儿子 我也觉得说 蛮爽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 你只要以后看中国大陆 很简单的一个判断方式 他们如果猛叫猛叫的话 像那个胡叼盘前几天叫到 骚声 牵死了 我就跟你讲 那就没事了 那就没事了 对啊 那个就叫 就让他发泄了 没你会打出大心来 对不对 就来胜 所以你看 像这个很明显 这个是什么中国驻欧盟的 使节团的团长 他不是G7发表 外长发表那个联合声明吗 告诉你说 说你如果对台湾这个武力的话 是没有道理的 你看他们干什么 说实话 骂到没有话可以骂 他把一些成语全部都弄起来 什么作恶多端 纠集同伙 辩本加厉 妄恶自由 著作为虐 沆瀣一气 指路为马 无耻之急 你看 你听他这样在骂的时候 你有觉得说 很像小孩在骂 真的 骂人的小孩在笑眉 对不对 所以好了不错 那也告诉我们说有很多的成语 家里面的小孩 如果还在读书 可以把他学下来 好了 那所以我说 这一次的那个军事演习 刚开始很多人就在唱衰说 大家看 大陆如果打过来怎么办 打了之后你要负责任 什么乱七八糟 我跟你讲 台湾人对这种东西已经早就 怎么麻痹 而且说实在 有很多的判断方式可以判断说 你是玩真的还玩假的 你说你要试射导弹 台湾人很多人没看过导弹 你知道现在小琉球多少游客吗 对不对 我看看你打探场是什么样子 所以我就跟 还有人讲说什么 什么捷运上 怎么还在划手机 不然是要怎么 你今天如果 那个真的要打过来 就打啊 对不对 台湾人如果 不怕死也就上战场 有需要我们的就上去 可以在后援补给后勤 怎么样的 那否则你怎么办 平常日子还是要过啊 难道 难道人家在 打你之后 连手机都不敢划 怕看到那个 没有道理 所以你看 那现在很多人也是看爽的 还有人在讲这个推背图 他告诉你 他看到一句话 他就爽了 对不对 所以说美人自息来 对不对 不管朝中什么日建安 什么长工在地 唯而不唯 就是说美人自息来 他说那个什么 裴洛西就是美人 而且还自息来 所以说唯而不唯 好啦 这乱讲的 看清楚这个推背图 我讲过很多次 这是以示 我们再看看2025年 以示年的时候 看是不是又有美人自息来 那个时候再来解释还对 那可是既然讲到推背图 那我就讲一下 今年人影年 对不对 这个才是今年的推背图 那我常常讲说推背图 有一个序对不对 他就60甲子代表 这样就是人影 就是今年 他60甲子生生不息 一直循环 我跟你讲现在 因为这个推背图 已经1000多年了 你不可能每一次讲的 都完全完全符合 而且年代越久远的话 你的想象力要越 越丰富 越丰富才能够解释这些东西 他这个卦像 我们先从这个卦来讲 这个叫胰卦 就三雷胰 胰卦这个告诉你说 是一个胰仰的意思 那胰仰要从哪里开始 从嘴巴开始 除了吃饭之外就是说话 你今天围观的人要胜令 就是你今天中国大陆的话 你看你说习近平动不动 这个战争是一个很大的事情 所以你要慎重考虑 那这个图也很好笑 这个图其实看起来 就是这个完全就讲一个字 这个叫一个鸟对不对 就是一个旭有沒有 旁边一个日 所以这个卦的话 完全就是在一个日这样 一个旭这个意思上 为什么讲这个 你看这个秤 秤就是一个预兆 他告诉你说鸟无足 山有月对不对 可是这只鸟明明有脚啊 对不对 他土里面的鸟是有脚的 山有月 可是这是太阳啊 怎么会有月 旭出生有没有 人都哭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秤 秤跟这个图是两个是相反的 为什么会相反 他就告诉你说这个作业无分别 今年会大乱 而且这个日出来的话 叫做九日出生嘛 因为旭就是九日嘛 九日出生 九日出生是什么意思 大家有没有看过后裔 社九日对不对 那个时候就告诉你说 十日在天遍地交土 所以今年的话会出现良荒 上一次出现的话你看 1962年不是中国大饥荒吗 对 就是良荒就是在这边出来的 好了就看一下 所以这个解释的话 已经讲出来说 今年会有一个乱套了 为什么 你从这个宋里面看到 12月中气不合对不对 他说12月中的话 因为刚才讲到九日出生 当然气不合 中气不合就等于乱嘛 就是告诉你说这个 今年会有一些乱局 乱局 南山有雀北山罗对不对 南山有雀北山罗 哎这个是山竹金屋生海底 我们讲说这个太阳就是山竹金屋 就从海底里面生起来的嘛 对不对 那生起来后来被后裔杀死的时候 他是山落在中原各地 所以你看南山有雀 这个雀也是鸟的意思 北山罗 这北山会弄 所以这个告诉你中原会大乱 所以今年中国大陆的话政权 符合我们现在的看法 你如果二十大搞不好的话 真的就大乱啊 对不对 中原大乱的意思 那一朝听得金鸡叫对不对 这个金鸡 说实在话有很多的意思 金鸡叫就是金屋 金屋在叫的过程中 就是告诉你说已经日落了 那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 这个乱局金鸡是有年 现在今年是隐年对不对 那有年的话才会结束 所以大家还有的等 这个乱如果真的乱起来的话 要到金鸡年了 大海沉沉日已过 光这句话你听了就知道 日已过了太阳就完蛋了 这个国家就是不好了嘛 就是不好的东西嘛 那我再讲一下 这个人隐年 这个人是水 对不对 隐是木 这个挂约就是旋下对上 旋下旋是风对不对 对是水 风在下面上面又淹大水 就告诉你说这个又微微可及 即即可危 有可能会倒下来了 所以就跟你讲说 今年的挂线 如果从这边看出来的话 不是大乱就是大饥荒 如果没有大饥荒的话 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就是你以后要怎么样收拾 这个残局20大的话 我是对他未来20大开会的结果的话 我是不抱持乐观的看法 不过也请到这个义夫 其实这个你看这个局势 从陪洛西到今天 这个中共实弹军演的落幕 这个财讯传媒董事长 谢金河曾经说 陪洛西来谈 其实就是美国正在这个 慢慢的铺陈天下为中 这样的一个态势 那你认为这个 谢金河的说法 你的看法是什么 然后你认为这个态势 有可能发酵吗 我觉得一件事情 就是美国一直在找盟友 无论是国防产业有关的 晶片一定跟国防有关 等等的一个主联盟 在脱离红色供应链 或是要跟红色供应链的切割 那另外在军事上面 我们也看到的不断的在印太地区 一直在结盟 所以你从国防产业 以及在军事上面 它形成的是一个对抗 那某种程度上要说 让中国与世界脱钩 这基本上我认为 那是他个人的意见 最简单的一个道理 中国是不可会言 它是全球的一大市场 经济的市场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们出口 今年一月到六月 我们出口到中国的占比 是多少 占我们全部出口的百分之四十 百分之四十 那你看他们这样军事演习 对我们这样演习 我们都没办法跟他脱钩了 那要怎么脱钩 那要怎么脱钩 我不懂怎么脱钩的 他跟世界无法脱钩 你看 他的五大贸易 东协欧盟 美国日本韩国 美国可以跟中国脱钩的话 那就不用大家在那边中美贸易 你谈我谈你不要这样 我不要这样 问题就是 这一个环节是大家都脱离不了的 就经济这一块环节 是大家都脱离不了的嘛 所以你看他的五个 五个最大的东协 东协十个国家 欧盟二十几个国家 所以加起来这边就将近三十几个国家 加上美日韩前五个就已经全世界里面 就包含多少国家 四十个国家在里面 你怎么脱钩 不可能的是嘛 当然为中的意义 你到底要去怎么定义 为中的意义要去怎么定义 他绝对不是一个一般经济上的围困 那如果你要围困的话 那我觉得第一个要脱钩的话 你知道全世界第一个倒掉的国家 是哪一个 如果经济就要完全脱钩 第一个倒掉的是德国 德国是连续六年中国的第一大贸易最佳伙伴 你说德国就可以说中国我们不要往来吗 不可能 我觉得你脱钩的定义到底是要讲什么 当然你说裴洛西来是美国 呃讲的好像很刻意要裴洛西来 形成一个为中 但是不要忘记哦 裴洛西还没来之前 白宫跟拜登都是不希望他在那个 他不希望他来的 包括连五角大厦 一开始都是不希望他来的 所以你说裴洛西来是美国的白宫 什么刻意安排他来的时候来为中吗 我不这么认为啊 我当然不这么认为 那中国现在目前为止 当然在比较民主社会的国家里面 他是犯众怒 他是犯众怒 那你回过头来看 他会不会完整的被孤立 我也不认为他会完整的被孤立 因为他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的市场 他的经济 这一个是跟全世界 呃挂钩挂的很深 你无法脱钩 现阶段的是国际政治国际外交 这一部分 美国是试图要对抗中国 甚至于要降低中国在世界治理议程上面的影响力 当然经济这一部分 大概是在一个定源政治跟涉及到国防军工产业这一块 大概很多国家就会开始切割 比如说四方四国的晶片联盟等等 要把台湾去美国设厂等等都可以看得出来 他就是要把一些敏感性的产业要跟中国去切割 但一般产业是切割不了的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没有脱钩的问题 只是要降低中国在全球世界的影响力 不过还是要再请教他这个定义委员 虽然说对啦 这个中国今天这个军演停止了是件好事 可是很多人心里还是很high 你看从培洛西成功的来到这个台湾进行访问 顺利的在台湾感受到台湾人的热情 然后到中共嗆一下我今天要这个军演 要怎么样对付台湾小粉红 这么还突然嘎然而止 你认为这个象征着一个什么样 这个世界的局势 现在是站在台湾这一边吗 你怎么看台湾跟中国现在处境的对比 第一个现在全球的秩序在重整 俄乌战争 2019年美中贸易战 2020到20 甚至于到目前为止 COVID-19 所以国际在生产 你看生产链什么时候 一个国家因为疫情飞机整年我都不能过去 或者那个工厂停下来我要移动 所以全世界的秩序在重整 在重整的时候 过去中国确实是一个大市长 也是一个制造中心 那因为他那边让你赚钱让你有钱赚 很多国家价值里面就暂时当做没看见 欧洲有些国家就这样子 可是因为这个重整的过程当中 中国在生产供应链的重要性 开始往下降 有的移到印度啊 全世界有两个超过十亿的国家 一个印度 一个中国 中国有它的优点 印度的薪资虽然是它三分之一 印度当然也有它的缺点 那开始移动 移动之后在这重整当中 中国犯了一个基本致命性的错误就是 它还在玩它的战狼式的外交跟战略 所以在欧洲它那个如沙野又如又沙又野 去抢人家的国民大议会 但原来法国的大议会 其实对台湾不是那么友善 变成法国人这一派讲东那一派就讲西 就可以整体无意义通过有台相关法案 所以中国成了这个世界民主自由阵营最重要的推手推力 那另外一个拉力是因为 美国从川普总统到拜登总统 那从单边走向多边 又加上俄乌战争之后 美国跟大西洋相关的NATO也好 欧盟也好也开始在重整 然后日本从安倍一直到现在的岸田文雄 开始在亚洲要扮演一定的角色 而这个时候你中国还在想当唯一的亚洲老大 还在用过去那种以为自己在各国埋了暗装 可以用瑞实力影响那些决策 所以这次台湾刚好把这全世界的事都在身上 都在身上之后 要不然中国对台军演什么时候 这么多主要国家对台表示关心 对中国表示谴责 什么时候美国本来裴洛西要来台湾 其实安安静静中国想要把他撕掉了 但是我曾经说过这句话 我到现在搞不清楚拜登公开把他讲出来 到底是要裴洛西来还是要他不来 因为你把他点破了之后 中国公开的武力威胁 威胁美国的任何一个人 不要说国会议长了 威胁他的speaker 你威胁他说他不能来 那拜登把他讲破了难道他不了解美国吗 拜登是老外交体系的 你一讲破了本来没有要来 变非来不可 然后立即开国安会议 然后所有针对这次军演的剧本都弄好 所以你会发现全世界在国际秩序重整的当中 台湾欧盟跟我们签这个供应链的泡泡啊 美国在晶片法案里面台湾是盟友啊 我还看到有一些某一些蓝银的大友说 你看美国日本联手要把我们的晶片抢走 台湾以后就完蛋了 他都没有那个世界供应链的概念 对 如果合作生产叫做抢走 那中国早就把全世界制造业都抢光光了 他应该是世界老大 对 所以你刚才讲这一次佩洛西访台 这么大的压力 对 甚至于要打下他的坐机 威胁恐吓 然后也制造美国内部的一些不同的声音 台湾有一些拿着五星旗在那边抢一个声音 佩洛西来了 其实有个最大的价值就是 中国的文工武嚇 加上用钱买 失效 一失效之后 建小登上去 我用军武来吓你 来威胁你 一个小时又二十三分钟 先 这个阶段先结束 对 我刚刚了解起来 总共发射三颗 东北角 西南角 东侧有一颗 东侧有一颗 但是有没有穿越从哪里射的 这个是机密 不能讲 因为我知道你怎么样 我也不能让你知道我知道 就是有三个点 那这三个点 你可以看到这一次台湾民众的心理素质 比九六年强大许多 台湾成为一个更有自信 我们的人民 九六年的时候移民的移民 跑路就跑路 然后卖财产卖财产 那时候会怕嘛 可是这个时候的中国 比九六年的中国更强大 这个时候的 军演的来的态势 国际的关注也更大 但是我们刚才看到 国际的声援以外 我们一定要提一件事情就是 台湾这次国军的 沉着的应对也很辛苦 汉光王的接着这个很辛苦 还有我们台湾这一次民众 对自己国家的信任感提高 我今天要来录影前 我还打电话问我一个美国朋友 他在屏东教书 他住台湾三十年了 他一群老外朋友 他还担任过美国学校的董事 我说你们怎么看 我那美国朋友讲了 我觉得可以当做我们今天的助角 他说住那么久了 他觉得几乎常常每一季每一年 中国都在威胁台湾 所以他以前都觉得还好没什么 他说这一次特别注意一下 我说注意到什么程度 他说We pay attention 我们注意了 但是呢 我说有没有人要走 他说没有人要卖房子 也没有人要辞工作 也没有人跑回美国 跑回欧洲 到目前为止 他们对台湾还是有信任感 信赖感 这就是台湾现在社会氛围 所以刚才又齐讲 这一次国际的say 那个是在哪里 如果那个say 那个是在台湾的话 其实是台湾人民一起努力 把这个事创造在台湾 然后也帮我们简短回应一下 你认为这个裴洛西事件的转折 一直到今天的这个军演 你觉得 对台湾民众来讲 这个意义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对台湾人来讲 这二十 上一次一九九六年 二十六年前 二十六年前 整个台湾的 就军事的硬体上来讲 我们的防空飞弹 当时只有很老旧的 胜利女神英式 还有很短程的解数飞弹 所以大家当然会怕 当时会怕我觉得很正常 而且最主要是 刚刚义父有讲 二十六年前解放军 是陆军有集结的 大家会怕 那这一次整个台湾 二十六年来 我们的军事武器 其实增加很多 所以大家也比较不害怕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民心士气上 其实这几年来 我们不断的去强化全民的心防 就透过国军的种种的表现 然后强化全民的心防之后 让大家普遍 我觉得今天是大家普遍 对国军有信心 你知道吗 今天小琉球那船是客满 小琉球离他 画的演习地只有十公里 对啊 你知道多少人抢掉 去看海警第一排吗 真的肉眼都可以看到 他们的军舰还不怕 对 其实台湾人不是说 这么这么的台语 不是 是因为 就是说有时候也是 其实是一种无奈 就台湾在这里 我们也搬不走 那你跟中国 我跟你讲道理 你也讲不听 对 那你每天常常威胁要打我 那我们只好 在做好完全的防备的时候 调整自己的心态 去了解 跟知道这样的事情 你不要说每次来 你就 我今天 其实我今天 早上半天 在中国的宣布结束演习之前 我看到很多这个 比较统派的人啊 或媒体 一直在鼓吹一种情绪 恐惧恐惧恐惧 恐惧 你还不怕 你还不怕 而且我是要怕什么 对 然后我怕了又能怎么样 嗯 所以我觉得 整体来讲 台湾人 多数台湾人 对这个国家 对这整个国家 他更有信心 他认为这个国家 是可以保护他的安全的 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这让中国的整个的 认知战 跟他的网路战 会效果 会打折非常的多 不过也问一下原汁啦 这次不要说是这个 裴洛西来台了 今天中共发射了这个 多美的这个东风导弹 这个国民党内好像 都有不同的声音 那国民党现在已经说 严厉谴责啦 所以现在坦白说 在这样的时刻 是我们朝野上下 要全国团结一致的时刻 那国民党如果连自己人 都管不住的话 朱立伦在干嘛 我先讲一下我们国民党 这次其实定调很清楚啦 这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青梅嘛 就是挺裴洛西来台湾这件事情 裴洛西来我们都表示 非常欢迎啦 有彭志远方来 特别是裴洛西来这边呢 可以展现出台美之间坚定的关系 这件事情是绝对是挺的 第二个是谴责中共啦 因为中共在就是最近呢 进行军演 然后甚至发表很多 这个恫吓台湾的言论 这个部分我们是予以谴责 那第三个就是挺国军啦 因为中共对我们这样的恫吓啊 国军其实是非常辛苦 而且他们精神都会非常紧绷 所以这个事情是我要先确定 包括朱立伦也都发表相关言论 马英九也发表相关言论 蔡正元说国民党现在如果是 反裴洛西的话是头壳坏掉了 所以大部分的人实际上都是 比较走我刚刚讲的路线 那当然我觉得我们的支持者 他们的小部分是采取意见不同啦 叶玉兰这个吴思淮 可是不分区立委喔 所以前往事件议员说 这根本在唱双簧啊 演黑白脸啊 我觉得没有到演 国民党没有那么厉害啦 还可以说你演这个 我演这个我们来演一出 我觉得国民党没那么厉害 吴思淮长期都是跟你们不一样的 但是没有说 吴思淮来演一下 绝对不会 但是他们就是有一些看法 跟我们中央不一样 我们的支持者很多人 其实也是这种感觉啦 就是说 裴洛西来 这个是不是民进党操作的 目的是为了在选举方面 可以得一些利益 但是裴洛西来呢 短期内我们好像看不到 比较具体的实质的好处 比如说像燕玉兰他就讲说 BTA要不要签啊 FTA要不要签啊 实质上好像短期内看不到 但是呢 立刻来的东西呢 伴随而来就是两岸关系的紧张 包括就是中共就是在很多经济 措施上面制裁我们 然后这几天的这些 所谓的文攻武嚇 六个演示区 把台湾类封锁 我们的很多航班啊 我们的很多飞机啊 都要改道 这个是我们立刻看到的 麻烦跟后果 那很多人就把重点放在这边 就是说你看 这些麻烦 所以他们就比较会把 这个部分强化 就说哎呀你看啊 就是这样啊 就照这个状况 所以他们就 说出他们心中的想法 可是呢 我觉得其实 台湾 两千三百万人嘛 对于裴洛西来这个事情 本来就不可能 每一个人意见都一样啊 本来就 本来就都不一样 那蒋万安说欢迎裴洛西 这个深蓝不是炸锅吗 深蓝可能会不爽 确实 我觉得确实真的会非常不爽 你看这这几天 大家其实都高度 关注裴洛西来的这个事情 很多 包括这个很多网路啊 只要是讲到裴洛西 这个点阅率都超高的 那当然很多一部分 是反对裴洛西来的 那蒋万安如果讲说欢迎裴洛西来 这些反对裴洛西来的人绝对会不满 我觉得这个是蒋万安要承担的 那我觉得他不错就是他要挺住啦 他至少就是在这个事情上面 展现出很开放的态度 前两天记者问他说裴洛西到立法院 而且蒋万安会不会去接见他 会跟他什么互动 他主动烙英文耶 主动自己讲一段英文出来 表示出他对这个事情的支持 就代表说其实蒋万安的心理 是不希望裴洛西来台湾 会影响到他年底的选举啊 我们其实是很担心就是说 民进党又开始操作抗中保台牌 就把台北市政失焦了嘛 理论上来讲大应该比市政 可是讲到抗中保台 国民党我觉得会聚于弱势啊 当然民进党会说 哎呀枪掉在地上每个人都会捡 但是我觉得不可会言的 只要讲到共产党 反中我们国民党就是 在这个地方就去弱势 这个是先天的问题啊 不是我们的问题啊 所以所以没有办法 他他就是拆炸弹 我觉得他以前是最反共的 我们现在还是很反共啊 有吗 有有有 可是就是 所以我觉得蒋万安不错 可是呢 当然就是说比如说其他的委员 在蒋万安里面有有挂职务的 他们言论跟蒋万安不一样 实际上我觉得我要持平的讲 这些委员他是代表他自己发言啊 因为他们也是立法委员嘛 他们也会有支持者嘛 他们会有一些不一样看法 可是民进党现在很聪明啊 民进党都会把这些 有在蒋万安 竞缘总部挂职务的委员 比如说费鸿太委员 賴斯堡委员 就把他跟蒋万安扯在一起 就会说 蒋万安你自己是亲美的 你自己是欢迎裴若西来 可是你的竞选总部的委员 费鸿太他们是反对的 讲得好像一副就是 你们竞选总部 要不要统一一下 可是我要讲的是费鸿太 賴斯堡 他是代表他自己发言嘛 他又不是代表蒋万安发言 可是这就是一种选举 如果他们讲的是对的话 那当然这个蒋万安 可以欣然接受 那就表示他们讲的是不对的啊 看法不一样啊 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对错 你看美国的有一个非常知名的 专栏作家 纽约时报叫做弗里曼 他有一本书就是世界是平的 他又很红 其实他也认为 裴若西来台湾是带来麻烦 是鲁莽的 然后而且呢 这是象征的活动 然后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对台湾的安全 带来实时帮助 这也是弗里曼讲的 其实他看法 跟有一些国内的人的看法一样 可是 对弗里曼来说 他就是只是一个观察 可是对国民党而言 讲出一样的观察 就变成中共同路人 所以只要把国民党 打成中共同路人 那对于陈思忠的选情 就会有帮助嘛 所以蒋万安本身是 有要一直去克制这件事情 但是 当然其他委员 会说出这些看法啦 那民进党就是借机操作 这就是我们一个弱势啦 反正接下来呢 只要中共的动作越大 像今天 开始军演嘛 我今天其实感觉不到很可怕啦 因为他下午的时候忽然间就说 东部的那个飞弹的已经结束了 我们收到可靠的数据 我还说哈 已经结束了 我本来想像是 很恐怖这样 如果说一直维持这样的一个温度的话 我觉得就还好啦 可是如果说他动作开始越来越大 其实对民进党来说是 是帮助最大 那我觉得这一次 中共这样子 试射杯蛋 或者是 那个 裴洛西来 其实就 就帮到林志坚 我觉得 绝对有帮到林志坚啊 因为本来大家都在讨论林志坚论文嘛 然后讨论那个新竹棒球场的事情 可是忽然间 那个注意力全部转移了 也没有人去关心那个论文 而且我觉得民进党聪明啊 因为 你看哦 民进党一定事先就会知道说 裴洛西是礼拜二来嘛 因为他一定要做准备嘛 然后前几天 蔡英文总统不是有召见林志坚去关敌吗 在讨论什么呢 我觉得在讨论那个策略 就是说 哎 礼拜二以后呢 大概大家的注意力就会转移了 我们要怎么样 在你这个论文这个事情呢 这个 止血把它定掉 所以呢礼拜天的时候 你在关敌我放切听去 我这个 三盘都演 他礼拜天的时候就叫陈平通出来嘛 就是说哎 发表一个声明说 这个事情定调就是呢 我改了林志坚的论文之后呢 转给了余正煌 然后是余正煌 余正煌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呢 引用了林志坚的论文 所以才造成这个状况 双方都没有抄袭的意图呢 但是实际上林志坚是受害者 那陈平通一讲完之后呢 林志坚马上隔天出来说 真相大白啦 水落石出啦 原来是这样哦 然后 然后很多民进党的人 就一直讲 水落石出了 水落石出了 然后呢那个 裴洛西就来了 他就来之后呢 这个事情就定调 然后呢 林志坚接下来 在郑文燦的陪同之下呢 开始陆战很强 然后林志坚就回血了 所以我觉得 当然这个事情来的话 对民进党的选情一定 一定是有帮助 至少在这件事情上面 就很明显 那接下来就看中共反应 中共就是克制一下 然后我们国民党 会跟着一起选择 然后希望能够 把这个对选举干扰 降到最低啦 这次是民主台湾的胜利 我们这一段时间走来 是有代价的 你看今天的这个 中国的突然 这个戈然死 代表什么意义 我相信很多民众 心里是非常兴奋的 尤其也请到这个敏宽 其实对于这个 中国的这个经济胁迫 台湾人也没有再怕的 因为为什么 他可能是台湾的契机 马晓光最近 话也很凶 那也很凶之后呢 最近就严打四家台独公司 他就说这四家台独公司 后面有包括什么国合会 民主基金会 有台独名单等等的 那有些公司就出来喊冤 我就说其实没有啊 那到底情况如何呢 可能就会如同今天的 这场演习一样 浩浩荡荡的 本来说72个小时 想不到出来 一个半小时 后面就没有了 但先跟各位说 这次全世界 在股灾的过程当中 很多事情会变 所以 带有财人出的时候 会一代新人换旧人 所以很多过去的事情呢 过去就过去了 他不会再回来 那什么会回来呢 未来会新的一个明星 那什么是未来的一个明星呢 这次战争 让我们发现很多新的一个契机 恶物战争 我问各位一个最简单的 明明那个地方在打仗啊 在打仗 有没有可能有网络 不可能啊 对 美国说不用怕 我们现在有一个东西 叫做低轨卫星 我低轨卫星完之后 我卫星在天上跑 所以讯号 要我来负责 你只要拿讯号机就好了 那你讯号机有了之后呢 很多人会说 那会不会没有电啊 干嘛的 电可以生产 其实电有很多时候 即使他接电池都能用 甚至于很多车上 那种所谓的 不管是所谓的 液体的电池 固态的电池 这个都能用哦 那现在低轨卫星 如果成为未来成长的 一个动力的时候 这个对台湾 是一个非常大的契机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工研院直接说 工研院最近这份资料 我是觉得看来 竟然觉得蛮兴奋的 目前的低轨卫星的市值 大概在2406亿美金 对不对 可是到了2040年哦 20年十几年后 他会到9252亿美金 所以年复合成长率 会是4.9哦 还有四倍的一个产值哦 这个对国内各大厂商 会不会是一个很大的契机 这是一个很大的契机哦 好再来 你知道现在台湾的男人啊 只要玩过电动车的 只要能够解决充电的 每个人都很想要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车上会成为 另一个男人窝 他可以在上面打电动 他可以在上面看 所有的新闻杂志 重点是他还可以在里面吹冷气 我们台湾现在好多那种 所谓的媒体大佬哦 时间点到 过去都在办公室睡对不对 你知道现在都在电动车里面睡 为什么要在电动车呢 地下室安静啊 他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在那个地方 重点是可以开冷气 没有废气 他都没有废气哦 但电动车有一个 比较大的问题是充电 因为电动车不像油 我们油车去 油加满 我们就走了对不对 电动车充电要充比较久 可是充电会引起了一个 翻圆覆雨的变化 什么叫翻圆覆雨的变化呢 我们来看哦 这个是最新的 在台湾的一个大值哦 台湾这个大值呢 这个是台泥除能 台泥除能 他后台的公司就是台泥嘛 对不对 因为电动车不像油 我们油车去 油加满 我们就走了对不对 电动车充电要充比较久 可是充电会引起了一个 翻圆覆雨的变化 什么叫翻圆覆雨的变化呢 我们来看哦 这个是最新的 在台湾的一个大值哦 台湾这个大值呢 这个是台泥除能 台泥除能 他后台的公司就是台泥嘛 对不对 但这个电厂呢 先跟各位说哦 这个充电站有它神奇的地方 你知道第一个神奇的地方 是什么你知道吗 它上面是太阳能 所以一年可以生产7000度的电 那又起我问你哦 我们一般的太阳能先说 基本的整个投资难免要嘛 对不对 我当然要投资板子啊 要投资线路等等的 可是我问各位 7000度的电是不是多的 无中生有的嘛 对 重点是 我生产这7000度的电 这本来这些电 本来就是太阳传下来的 我如果没有去产生这些电 他这些电也是流掉啊 可是我能够把它生出来之后 他有没有产生二氧化碳 没有啊 没有各位 这个就是无碳的世界了 但是之前我们也跟各位说过嘛 台湾除了台泥之外 你知道之前还有一个 在桃园做的非常大的一个投资 叫什么呢 叫台硕对不对 想不到台硕今天亮剑 让大家吓一跳 各位你有没有想过台塑会做一台太阳能车 没想过啊 先跟各位说哦 这台可酷了哦 为什么呢 台塑 新科技 他这货是完真的哦 这个全新的太阳能车呢 他目前今天说能够跑1600公里 先跟各位谈 这个跟全世界各大 先进国家跟美国比跟欧洲比 一点都不输 真的 所以我们很多先跟各位谈哦 我们台湾的科技能力是非常惊人的哦 我们台湾其实有非常强大的科技能力 我们都一直想说 我们是不是只有在今天这块 错 我们其实在整个手机这一块 在很多的电子产业 我们是直世界之牛耳的 但我们有一块 我们是迟迟落后于中国大陆的 在电池 我之前一直跟各位说过嘛 在电动车的一个世界有三个 一个叫电机 一个叫电控 一个叫电池 我们电池是遥遥落后的 但现在有几家公司出来 把我们维系住了 哪几家呢 我们先来看哦 这后面有个品 所以非常明显的 这是一个台泥的一个公司哦 我们目前在高雄 在桃园 我们目前台湾包括了台塑 鸿海台泥等等的 纷纷要杀进电池这个产业 你知道为什么要杀进电池 这个产业吗 因为现在电池这个产业 最厉害的叫中国人 但全世界大家都知道 不赶快把这条路堵住的话 就像当时他们没有堵住台积电一样 让他做大了 后面会不得了 那我们台湾目前呢 这三家开始来做 为什么呢 世界前十大 中国人占六家 我们台湾占几家 没半家 我们要留下一个血脉下来 所以呢 目前包括了台塑 鸿海台泥 纷纷杀进电池这块市场 为台湾留下了一个竞争力 而这个也是未来 为什么呢 手机 那个不是未来 那个叫做现在式 各位要记得 投资要看未来 未来叫做未来的一个进行式 所以呢 国台办 可能会进台湾的一个 十家的一个企业 但科技往前走的过程当中 各位要记得 永远都是新的企业 而新的企业在哪边 在卫星 在电动车 在电池 在电池